文佛音 剑佛法 在用蛇作为藤途,最为尊敬的国家就算是印度了,印度对蛇更是神圣不可侵犯,而泰国人更是把蛇文化做大,有大量的蛇表演节目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。蛇和佛教的渊源,蛇是有灵性的说法来源是怎么来的呢? 佛经里记载,佛陀在苦修期间,欲七日暴雨,蛇神那咖撑开皮者,壮如巨散,庇佑佛陀潜心参悟,佛陀是一个充满感恩之心的大智者,他用指按住蛇颈施法将符,令他成为众蛇之王。 于是蛇神那咖被看作是连接人士与神界的桥梁,眼镜蛇扁平的颈部,也被看作是佛背后的光环。 后世虔诚的佛教徒,就凭这个性计,而对眼镜蛇鼎领膜拜,供奉于庙堂之中。 而在《太上感应》篇中说,无故杀龟打蛇,如是等罪,私命随其轻重,夺其计算,算尽则死,死有余则,乃殃及子孙,幼诛横取人才者,乃继其妻子家口已荡之,见智死丧,若不死丧,则有水火盗贼,遗亡器物,疾病口舌诛事,已当妄取之职,又妄杀人者,示意刀兵而相杀也。 如果完整读过《论语》现问,就会发现,儒家从来没有主张过不报仇,孔子元俊说的是,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,也就是说,对待恶行还是要报的,只不过不提倡用激烈的方法。 而儒家的另一部经典《公羊传》,甚至直接大复仇论,九世有可以复仇乎,虽百世可也。 当然,大家也都发现了,复仇不复仇都是人类的思考和行为,但蛇呢? 这是真实故事,真实的意思是说,他还上过报纸,因而这个故事来自《湖北日报》和江汉早报。 这个被蛇追杀了五年的人叫做成帝明,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,鸟族自治州,立川市,中路区,狮子坝乡,明主村,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。 但在蛇的眼里,他并不普通,因为他是柳宗园,捕蛇者说中,以捕蛇独存的人。 1986年4月17日上午,成帝明还是赵网城一样,约着当地的两个青壮年,周邦军,瞿义华,上蔡家平捕蛇,这时候窜出来一条近一米长的红花野鸡象蛇,这种蛇非常好认。 在他脖子以下,有一段是新红色的,而这也意味着这种蛇有毒,属于后毒牙类毒蛇,就是说他上河尺有两枚巨大后牙,被他咬了会出现不能止血的情况,还会导致脑出血,肾功能衰竭。 既然是作为毒蛇的存在,那就是不能卖钱的,成帝明当即将其打死,正准备跟上另两个小伙伴。 结果突然,茂密的草丛里接二连三追出来七条红花野鸡象蛇,成帝明吓得一个哆嗦,寒毛倒立,手忙脚乱打死四条,但剩下的红花野鸡象蛇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。 草丛中不停有蛇窜出来,越打越多,根本没有停止的迹象。 成帝明慌了,大声呼叫自己的两个小伙伴,周邦军,瞿义华这才知道他竟然被蛇围困。 半小时之内打死了几十条,还有更多的蛇继续从草丛各处出现,于是三人背对着背开始打蛇,打到后面手脚发软,才总算脱离了险境。 有听见惊呼的人赶来一看,忙数了一数,好家伙,竟然有七十三条之多。 这一次,成帝明是被吓破了胆,又被村中有经验的老人警告,蛇只能躲,不能杀,杀多了会遭报应。 于是,再不敢贪图这种钱财,老老实实中了两年地。 但1988年,王锦蛇售价居然高至每条三十元,王锦蛇又大又没有毒,很多人都很喜欢吃。 成帝明又动了心思,毕竟自己老老实实干一年,有时候还不如一次捕蛇挣得多。 7月12日,他去马鞍山捕蛇,手里握着准备好的蛇叉,衣兜里揣着准备好的熊黄。 虽然两年过去,但他手艺没有生疏,不久就捕到一条2.4斤王锦蛇。 正得意洋洋之际,他人生中第一场关于蛇的报应来了。 他被一条青竹镖蛇咬中脚趾,费了好大劲才将它甩掉。 没多久,就又在路上和红花野鸡象蛇狭路相逢,再次被咬,治疗花去200元。 此后,成帝明不管干什么都能遇见蛇。 短短两年时间,他就被咬过三次,每次出现的蛇都各式各样, 但里面总会有一条是红花野鸡象蛇,仿佛被追杀了一样。 要不是有人帮他,他都是不能活的情况。 而那些蛇也是,就专注咬他,别人理都不理。 以至于成帝明有点神经衰弱,晚上睡觉总感觉枕头底下有蛇滋滋作响。 但俗话说,躲得了初一,躲不过十五。 1991年,一个十分特殊的一天,农历七月十五,也就是鬼节。 传说中一年阴气最重的时候。 这天,因为蔡家平有一块责任玉米地,成帝明不得不去除草,而且有妻子陪着,他胆子也大些。 显然他也还记得,当初在这里打死的七十三条红花野鸡象蛇。 于是刚上坡,看到三条红花野鸡象蛇时,他无视了。 本以为一天会这样平静地过去。 但没等成帝明庆幸多久,他妻子回家做饭的时候,像第一次一样,红花野鸡象蛇又接二连三出动了。 当时周围一个人都没有,成帝明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,只能自己一个人应付。 可这也像第一次一样,红花野鸡象蛇就像怎么也打不完似的,有种清朝出动的架势。 最终成帝明倒地身亡,而他的尸体还是下午六点半时,才被在家中等着他吃晚饭而迟迟未见他归,只能前去寻他的妻子发现。 这一次成帝明打死的蛇有十七条,而且难以置信的是,原来他的儿子其实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玩了一下午,但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可见这些蛇的目标很明确,也很执着,后来成帝明被葬在乌荫岩树下,而他的坟地也成了蛇坟。 每年七月份,当地村民就会看到坟上一点杂草都没有,但坟的四周却非常多,然后坟上坟下都会盘更着无数,或仰望天空,或细细游玩,或注视坟地的蛇,其中就以红花野鸡象蛇最多。 那一抹抹的新红色,简直就像铺沉在草丛中的鲜血,触目惊心。 蛇复仇追杀人的事件没有科学的解释,但万物有灵,对伤害对善意都有自己的感知和判断,所以人类千万不能仗着自己有颗脑袋,就试图侵占他们的权益,霸占他们的领地。 许知天理昭彰,报应不少,即便成帝明没有被咬死,一直肆无忌惮下去,也终有一天会被制裁。 还有这样一则发生在一位将近六十岁的居士身边的珍世,这位居士年轻的时候还未信佛,回忆起他自己当时大约二十多岁时,曾用稿头杀了一条蛇,并把蛇铲成好几段。 居士说刚杀完就感觉身上一冷,打了个哆嗦,从此这条蛇就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抱负,时不时地折腾自己,不折腾时和好人没有区别, 折腾时就会寻死觅活,疯疯癫癫的,好像疯了一样。 当时这位杀蛇的居士还没有和妻子结婚,更没有信佛,所以并不明白什么是因果报应。 但是居士的妻子在知道未婚夫的这些情况后,仍然与他结婚。 他妻子说自己不相信,平时好好的一个人,怎么就时而疯癫呢? 不得不说这位居士遇到了一个好妻子。 居士说这条蛇上他身后,可以与他对话,不用语言,好像意念交流一样。 居士问过被他杀害的蛇,为什么不让他死? 那条蛇说不能便宜了你,让你太痛快,要慢慢折磨你,让你生不如死。 确实,那段经历让居士生不如死。 比如大半夜,居士会突然不受控制,跑到水库边上。 那水库明明刚淹死人,或者跑到树林,那片树林刚吊死过人。 折腾家里人大半夜出来找人,还会让你破财。 看到有人拿假钱换零钱,明知道是假的,却不由自主地给他。 回到家里,以为是过晚,这条蛇还会从居士身上,跑到居士妻子身上,来回折腾。 总之,居士说,这二十几年什么也没干,什么钱也没攒下,光天天闹腾了。 后来也是机缘成熟了,居士的妻子开始信佛了,有几年时间什么也不干,天天念经回向给那条蛇,也感化了居士进入佛门。 后来有一天,居士说了一个梦,梦到一个女人,说我要走了,咱俩的账了了,师兄没有在意。 第二天逛庙会,遇到一对夫妻,女的非要和居士合影,而居士并不认识他。 临走还对居士回眸一笑,等居士回到家,一回想,这女的不是昨晚梦到的那个吗? 从此之后,师兄的生活恢复了平静。 居士说到这里,已经看不出他有什么恨意。 只是觉得人生如梦啊,人的一生确实不容易啊,家庭,孩子,妻子,工作,父母。 我劝居士说,应该感谢那位蛇菩萨,是他度了你们一家。 师兄有两个女儿,也成家了。 居士在50岁时,就和妻子断正营了。 现在退休,总愿意去一些亲近的道场修行。 师兄的妻子在家要照顾姑娘的孩子,也同时精进修行。 虽然和这位师兄只有一面之缘,但是愿我们同生极乐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万物皆有灵,无论它是大如狮子老虎,还是小到蚂蚁飞蛾。 希望大家都能以一颗慈悲的心,去对待每一个动物。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